哈嘍我是KC 歡迎來到我的這個 頻道 現在在我們面前看到的是 Brown knife servo 我們一看到這個是 他的小工具 還有他的保證書 現在這一把 servo 已經停產了 刀將他只做了 172把 這個是第102把 那實際上 我大概明天 我明天就要把它寄出去 給新的買家了 因為這把刀 對我來說還是 有點太大了 他的刀刃有3.8吋 基本上他已經 超過我平常在使用的這個大小 那 他有幾個特色 我這邊特別跟大家做個說明 第一次他的這個 握柄 的這個 是蠻特殊的 我朋友覺得這很像哈密瓜 那 我一開始 但是 拿到這隻的時候我是沒有這樣想 但是看久了真的還蠻像的 所以還蠻有趣的 再來是 他的這個 Flipping Tab 這個快開啟 還做的還蠻小的 雖然他很小 但是他使用起來還蠻不費力的 所以他在就是開啟的這個動作他的這個順暢度是還蠻高的 那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這個 這個叫做這個 這個叫做怎麼講 這個英文叫over travel stop 他主要是在 控制讓你的這個鎖定 在開的時候不要 拗到太太邊邊去 因為你如果拗到太邊邊去 你的鎖定可能會破壞掉 他這個 他這個裝置就是在 防止你做 破壞掉你鎖定的這個事情 OK 好 然後 我們看一下這個刀子的作動 開啟是非常的不費力的 那我們看一下 刀型 這個刀型是 矛刃 通常我們叫spear point 有些人會覺得他的這個刀尖 沒有矛刃 沒有傳統我們看到矛刃這麼置中 稍微有一點下垂一點 可能會覺得他是那種 下降式的刀尖 就我們所謂的 drop point 但對我來說 我覺得他還是比較偏向矛刃一點 因為他整個的整個的設計 是 是在那個 很有利於做刺穿的動作 那另外他跟矛刃比較起來 他有個優勢是他的belly 其實比一般的矛刃稍微再大 因為他這邊是做這個全屏膜 所以 他的切割的 水平也是蠻高的 所以其實這種 韌型在穿刺 跟切割力上面都有非常 非常高水平的表現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鎖定 其實他的這個鎖定 是讓我覺得非常 非常特殊的一個點 就我還蠻驚訝的 因為其實他的鎖定在 正常開啟的狀況 他大概在吃到 百分之十五 到百分之二十的這個鎖定 但是其實 他的這個 我想是因為鎖片的問題 他的鎖片這個 這個地方 他的肉做的比較薄一點 所以他的鎖定其實是可以 完全的壓進去 吃到一百趴的鎖定 那如果他吃到一百趴鎖定的話 他會讓整把刀的這個鎖定 變得非常的牢固很安全 但是 如果每次都這樣子用的話 對 刀刃的鎖定 會有一定程度的破壞 我想 所以我自己只試過 沒幾次 正常還是讓他保持 正常該有的樣子 如果是比較 危急需要的狀況 可能才會讓他吃到比較多的鎖定 OK 那 他的這個 開刀跟收刀的這個感覺 其實是很順暢的 尤其是收刀感 他的收刀感是比較 我英文是說 比較Hydraulic一點 就是感覺是有液體在流動的 比較像是熊頭的 95系列 就所謂的你看他那個 一個MRBS 因為其實他的 他的這個滾珠 的這個系統 是刀將 這個那個叫 Craig Brown 他自己做的 那 他也是做那種 就是有這種兩排式的 他叫做 Draw Rose Bearings 就是 兩排式的滾珠 所以其實 他的刀刃的作動 在滾珠的方面 是很不錯的 但是在D10的方面 我覺得 我覺得他D10做的OK 但是 你要讓我覺得很驚豔 沒有 就是OK 只是鎖定 我真的很驚訝 那 他的刀背 其實 老實說 設計的有點厚 但 考量 他是 全屏模的刀刃 他在切割上 也還是有 還是有不錯的表現 對 我沒有辦法 就是實驗 就是切東西給大家看 那 看看大家有某辦法 就是 憑空用想像 好 他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是我拿到這把刀的時候 覺得很驚訝的 是 在 刀刃的某個角落 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我對焦一下 大概是在這個 這個位置 他是沒有開封的 這就意味著 這雖然是一把很大 很滿長的刀 但是我可以 我其實可以握到這邊來 握到這邊 我的手指都還不會受傷 所以握到這邊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它當成是一把 比較小的刀來做使用 所以這個是很特殊的一個點 就是其實我帶這把刀出去 我如果是需要用大刀場合 或是用小刀場合 我都還是可以拿出來用 這讓他的使用變得比較多元一點 OK 那他的這個握餅的這個milling pattern 就真的很看大家 就是很吃個人的口味 就是說有些人會覺得很特別 很喜歡 有些人就覺得還好 像我是覺得一開始看起來很酷 但是看久了 我自己覺得沒有非常耐看 那 他的這個握餅 就戰術上的考量 他是滿 我們說很grippy 就是不會很滑手 因為他是有一些阻力在的 但是 如果說用比較 負面一點的想法去看這個的話 他其實有一點刮手 我有一些玩刀的朋友也覺得他 有點刮手 對 我自己是覺得有點刮手 但是他不會讓你覺得很不舒服 就是 刮手的感覺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是那種 就是 很不舒服的刮手 真把刀的 這個 處理 表面處理 我覺得還 還算OK 但雖然說 他是沒有全拉絲 如果全拉絲 我覺得可能會更好 他是 很多地方 他其實是用實洗帶過 那實洗其實是一種比較 說難聽一點 稍微敷衍一點的 金屬表面處理方式 但是這應該是這把的特色 OK 我這把這把的這個 評論 就到這邊 就是如果說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 按個讚 幫我訂閱 也可以留言給我 那或是可以到我的那個 IG 我那邊會分享很多 就是刀的圖片或影片 那我IG叫做 Danitsawesome 就是Dang 開頭的那一個 好 那希望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那也期待你們 就是下次再來看我的影片 謝謝